手游酷玩 高楼大厦呢 要注意一下 这一关的整体难度 要比之前要提高了一些 因为它的场景布局是比较大的 同时这些保安警察 站的是比较分散的 因为你不能在这个画面 完全看到它 那么你就需要去缩小 两根手指 同时挤下屏幕 就可以看整个这个 场景的大地图啊 咱们在这个高空之上 这属于是一个大楼的这个楼顶 还有这个直升机的停机瓶呢 不过是没有看到直升机的身影啊 这的话 其实是需要一个耐心等待啊 不要着急 千万不要着急 那除非你穿的是骑士装 那么你就会横行无阻啊 那咱们这些装备并不是骑士装 所以需要考验的是 咱们对于 他们保安之间的 这个相互的协调性啊 有的保安可能会向上瞅 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等待 那个保安过来以后 等他走过去 哎 下方这个保安 然后在 没有看我们这边的时候 咱们才能过来啊 这个是需要一个点的 一旦掌握好的话 还是挺轻松过关的啊 而且要注意一下 这个保安 他的视野是有这个范围的 并不是 是无限的视距啊 所以说就算你跟他同框 哎 你跟他在一条直线上 他也是看不到你的 因为他也是有一个最远的这个视距 这个东西拿起之后往上走 上面这个保安会一直的在天台的这个位置来回两地巡逻啊 会左右的观察 那么还是 他的这个避让还是挺简单的 难点在于里边这个人啊 好 这个门把他关上 这个门如果不关的话 咱们很可能就被直接发现了 要是等待 上方过来之后再拿起 右边这个监控器啊 咱们可以选择从上边走 也可以选择从下边走啊 那么从上边走难度较大 那么下边走呢 比较稳妥 那咱们还是选择从这个下边走 因为从上面走的话 这两个保安可能的这个契合度 咱们匹配的不是很好 而且最终也是需要回待这个蓝色地板的这个房间的 好 那咱们就往下走吧 因为毕竟需要稳妥一些 如果你选择从上面走的话 那这个钥匙拿着拿也是无所谓的 好 这个时候赶紧出门 把门关上 千万不要跑 因为一旦跑就会被这个保安听到 那么这个保安这个大块头跟这个瘦子 他们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唯一区别是他的穿着制服的颜色上 蓝色的制服跟这个 这种卡其色的制服啊 他们属于是一种卡其色的类似于这种保安 那么蓝色是类似于这种警察的感觉啊 但其实他们属于是一种的这个办公人员 他们的反应能力速度也是一样的 唯一区别就是同模型 但衣服是黑色的 穿穿着这个黑色制服的这个人呢 是比较强力的 他类似于这种深保镖的这个状态啊 一旦有突发情况 他们反应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么去观察位置 哎 这个观察也是非常快的 所以说他们要赶快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那么这个时候留给神兜宝王的时间必然是比较少的 好 赶紧到右边 穿着美装 咱们按开电梯就可以完成本关了 哎 还是非常简单的 好 那本机游戏呢 到这里 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酷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各位的收看 请订阅手游戏